原标题,苏-315和S400都好商量,但是这种武器,俄罗斯坚定决心,是不会出口的我们知道。 苏联解体后,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个加盟国家,大量的变卖前苏联留下的武器遗产,在这期间,中国也获得了大量的急需武器。 这几年,俄罗斯被西方围堵和制裁之下,经济形势开始趋向困难,这就导致了俄罗斯当年不愿出口的武器,开始向中国等国家出口。 比如中国从俄罗斯先后引进的S-40列防空系统和苏-35等武器。 但是,对于俄罗斯而言,即便经济在困难,有一种武器,俄罗斯是坚决是不会出口的。 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,想要引进,都是几乎不可能的。 这种武器就是以图160轰炸机为代表的战略轰炸机。 目前俄罗斯一架都没有出口,可以说令很多知名以外。 中国这些年购买先进武器,对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促进作用。 S-400可以称为是世界上最强的防空导弹系统,而我国只要装的这套系统,将可以对其进行一些研究,以便提高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。 同时对我国空军战斗力也是很大的提高。 此外,中国从俄罗斯引进的俄苏35战机,也在短时间之内,特别是在歼16和歼20战机稍微大量裂装的情况下。 让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得到了快速提升,是在轰炸机领域。 虽然中国有意愿购买,俄罗斯也比较缺钱,但是俄罗斯却一直没有松口向中国出口图160轰炸机。 与我国现役最先进的轰6K轰炸机相比,中国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,无论在性能在弹能力航行时间,都是我国所不能比拟的。 但是即便如此,俄罗斯依然不会将这款轰炸机出口到中国,原因很简单,战略轰炸机是战略和威慑的重要承载品牌,是一个国家的国制容器,与洲际导弹和战略和潜艇一样,都是密不识人的重要码码,肯定不会出口到其他国家。 对于中国而言,想要发展空机战略和威慑,还得继续坚持自己发展,想要依靠从国外引进来实现,无疑是天方夜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